尊敬的巴黎斯坦兹主席诺贝尔秘书长 各位部长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想祝贺国际刑警组织迎来它的百年华诞 在昨天晚宴的时候 我们身处一百年前 倡议建立国际刑警组织的会议大厅 我感慨万千 在中国呢 一百年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我们祝福别人健康长寿的时候 会说祝你长命百岁 我们祝福一对夫妻幸福美满的时候 会说祝你们百年好和 一百年前 我们的前辈拨下了合作的种子 一百年以后 它已经成长为一百九十个国家 执法合作最有效平台的一棵参天大树 那么面对下一个一百年 我们遇到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如何确定正确的方向 一百年以后 我们的子孙们 会如何评价我们的工作 我们会留给他们什么样的遗产 我想这应该是在座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都应该承担的责任 中国警方高度重视 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 认真履行成员国各项责任和义务 积极地参与国际刑警总部 以及新加坡第二总部的工作 有效配合各国警方 开展案件协查 追击逃犯 全力以赴地参与国际刑警的重大专项联合行动 主动承办国际刑警组织的重要会议等等 同时国际刑警组织也为中国打击犯罪 大型活动安全保卫 以及处置重大突发事件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借此机会 中方对国际刑警组织 以及各国警方给予中国的帮助 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同事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 各国的利益都与全球的利益息息相关 我们都是街坊邻居 中国警方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 广泛深入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各项工作 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愿意积极参与国际刑警组织 和新加坡第二总部的建设和发展 更好的与国际刑警组织 分享犯罪情报信息 更多的响应和支持 国际刑警组织为打击高科技犯罪 恐怖主义活动等严重安全威胁 而发起的联合项目和行动 加大对国际刑警组织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 与各国执法部门共同应对新的挑战 当前全球的犯罪形势正变得严峻复杂 恐怖主义 网络犯罪 毒品犯罪 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正在日益地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的挑战 借此机会 我想提请各成员国代表 特别关注当前两个重大挑战 第一个是恐怖犯罪问题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了新一轮的活跃期 对各个的安全造成了新的威胁 去年以来 中国境内也连续发生了多起的暴力恐怖案件 造成许多无辜群众的伤亡 第一个问题是恐怖犯罪问题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进入了新一轮的活跃期 对各个的安全造成了新的威胁 去年以来 中国境内也连续地发生多起恐怖案件 造成许多无辜群众的伤亡 中国的这些恐怖活动 与境外的恐怖势力都有直接的关系 其中最主要的是东一运恐怖势力 他们与国际恐怖组织紧密勾连 在互联网上大量制作传播 奢恐的音频视频 并且通过非法偷渡活动 组织人员到境外参加圣战 在此 中国公安部希望国际刑警组织 在应对和打击 国际恐怖犯罪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充分利用全球犯罪情报信息平台的优势 建立和完善 奢恐人员的信息数据库 加强情报交流和共享 开展对奢恐人员非法偷渡犯罪的专项调查 以支持和帮助各国及时发现恐怖分子 有效地切断恐怖分子跨国流动通道 加强网络的反恐合作 封堵利用社交媒介 传播暴力恐怖主义的渠道 及时组织调查 网上发布恐怖音频视频的人员 纵视打击恐怖融资活动 为各国调查奢恐资金的流向 提供一个平台 我们坚决地支持 国际刑警组织 在反恐国际合作方面所做出的积极的努力 中方愿意在情报交流 人员培训 联合行动等领域 与各方密切合作 希望各国纵视对东运恐怖组织的调查和打击 并且及时地向中方通报有关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追捕跨国逃犯 目前全球仍然有七万多名 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 在此 我们呼吁国际刑警组织 把跨国追逃 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必要时 组织开展全球范围的追逃专项行动 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 进一步加强跨国追逃数据库的建设 提高红色通报在各成员国的强制执行效率 加强情报搜集分析研判和共享 及时查找通报各国的逃犯下落 此外大力推动犯罪证据跨国交换认证 简化遣返和引渡的程序 我们也希望各国执法部门 秉持国际刑警组织 避免政治因素干扰刑事调查的精神 不以政治庇护 酷刑保护等名义 为刑事犯罪嫌疑人提供保护 希望国际刑警组织和各成员国 对中国的境外追逃工作 给予更大的支持 各位同事 中国政府 中国公安部 将一如既往地 加强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务实合作 并且与各国一道 共同推动国际刑警组织继续发展 为世界的和平 稳定 发展 繁荣 和各国人民的福祉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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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